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輾轉向深 他造物的時候不相信英國保隕 受到國保的時候他也不服氣 這一不服氣 那個心情更惡了 換句話 將來國保是越多越嚴重 他不會消除慢慢越來越輕的 不可能的 越多越重 越深 這個很可怕 很不容易回頭輾轉向深 我們很冷靜地觀察現前的社會 甚至不要看別人 就看自己 自己學了佛之後 那是明了了 想到我沒有學佛之前 沒有學佛之前 一肚子冤天佑人 看不到自己的故事 都看到自己不錯 別人都不如我 為什麼我所得的不如人呢 冤天佑人 學佛之後才知道 原來不是這麼會死 一營一燭 莫非前定 前定就是 英雲過保 這個40 明了了 這個一肚子冤氣 就化掉 心情就舒服多了 開朗多了 心也清淨多了 烦恼少了 智慧就增长了 这是佛法的好处 如果不学佛的时候 不知道又做多少罪 这个叫辗转相思 敢有凡此 当离我去 这一句是佛给我们提出的警告 叫我们特别要留意 只要犯了这个 他也往生了 生三窝道不是西方世界 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念佛也得要到地狱去 我是早年出学佛没多久 第一次读这个大师之菩萨 元通章的塑造 是慈云灌顶法师的 这个本子我们印得不少 那时候在李老师的会下 念到了这个法师注解末后里头 念佛人的一半种不同的果报 其实念佛人果报无量无别 他把他归纳成一般类用 头一条就是堕地狱 我对这个事情非常怀疑 念佛再不好怎么可能会堕地狱 我就把这个事情拿去问李老师 我说我对这个疑惑 我想不通 李老师也看着这是大问题 我不跟你一个人说 我讲经的时候会跟大家讲 那为什么会堕地狱 就是慈地狱的 念佛人他也造无我 造无我这句佛号没有办法 帮助他不堕地狱 他照度不好 还是要堕地狱 也正是古德所说的心口不相应 口里面念佛心里头的无你 心口不相应 喊破喉咙也枉然 真正念佛人 要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 用这句佛号把它变成自己的本愿功德 这叫念佛人 我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存的什么心 我的心跟他一样 阿弥陀佛发的什么愿 我的愿意跟他一样 阿弥陀佛是什么行持 我的行持也要跟他一样 这就对了 这叫做会议念佛 这个中意叫真正念佛 心口不相应 那是假念佛 那个不算素的 没有用处 所以这一句话是很严重的教训 必须要记住 这个五我十我 是决定不能犯 决定不能犯 如果我们想这一生 真正往生的话 不可以犯 犯掉的话 决定对往生产生障碍 阿弥陀佛 有什么好配 大家说 你们可能不得 到来 呃